有啊 徐宥玲有嗎 沒有 妳唱的那音是什麼 就是 這歌怎麼會打吐的啊 應該很喜歡看這個唱歌 就是四個歌手一隻吐 GTO GTO我吐 太緊張 誰在學我啊 誰唱我的歌 四個都要唱 四個都要唱 對 而且他們好像 你應該沒有很... 那應該 沒有很喜歡聽別人唱她的歌吧 你喜歡嗎 我接不下去 你唱我 還好吧 就你會不會一聽就講說 這真的 真的唱的沒我好 一定沒有她好 她怎麼可能我唱得好 我只是 我只是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們 膽子太大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陸有很多選秀的 選我的歌他死定了 為什麼 通常都是第一輪 然後那些毒蛇評委啊 就直接把他們給幹掉了 所以我其實覺得 我倒不贊成 星光大道 你們選歌 選我的歌你知道嗎 好 今天謝謝四位 不用唱了 妳覺得妳的歌裡面 最難唱的是哪一首 哪一首不難唱 請問 我個人 我自己排練就演唱會 我 我跟樂隊在一起合樂 我經常合到 我自己都快吐了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那個 我就跟那個 音樂總監講 我說 能降調嗎 這太累了 然後 然後我的那個樂隊啊 跟 音樂總監就說 那姐 降了調就不是您了 堅持了 所以妳演唱會沒有一首歌 妳覺得降Key的嗎 沒法降 哇 太慘了吧 對 所以說我就覺得 那個選手們 再好好想想 所以隨著 隨著年紀的增長 Key會變低耶 妳要真的到 最難度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已經 把聲音條件改變 現在這個狀態去唱了 妳比如說像征服 我有的時候參加一些演出 唱到 我 我就不唱了 我就開了 我馬上掉頭就回來 但是有的時候那個 現場的音響條件 各方面達到 達到不了 我要的那個境界 我就索性 就不要去碰 可是演唱會那天 我就豁出去了 我就碰它一下 結果怎麼樣 挺棒的 妳放心